修改 slate 完之后的话 我把slate 复制一下 贴回去之后改成叫做 curse of delice 其实就是拿这个来改 改什么地方 中间加一个删除资料的叙述 删除哪一笔资料呢 特别注意 我要删除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个原来的资料 原来长这样 我只是在中间 先删除之后再把资料查出来 特别注意 这边有哪一些比较重要 第一个就是说 你要删除 x 是 input 者 请问你要删除哪一笔 比如我要删除11的话 那我就下一个sql 以把delice from table 03 会有特别注意 这个delice from 这个固定 会有也是固定的 会有是固定 number 它的编号 等于 加串下一个x 因为x是一个 一个 integer 一个整数 所以前后不用单以后了 ok 然后就直接execute之后的话 把它commits 确定ok 然后再把它查 所以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run一下 那它会出现说 请问你要删除哪个编号 11 有的话就删掉 ok enter 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会帮我把它删除 并且再去执行 一样luck 为什么 如果你看到这个luck 通常是这个 这个把它关掉就ok了 那因为它刚刚没有commits 所以再书 11 enter 有没有 11不见了 如果你还要再删的话 那就是10 enter 越删越少 不要全部删光光的 大概知道一下就ok了 好 删除 特别说 删除的关键的地方就是在这 其实你会发现 好像跟前面蛮像的 输入之后 关键就是这一串 有没有 是一个语法 再丢给那个 就是com to execute 不过好像有同学说 老师那个com to execute 那可不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那个cursor execute 刚刚不是有cursor 其实这边跟各位讲 你用curs用com都可以 两个都可以 因为一个是资料库物件 一个是资料库物件 谁接到 谁去传 都没有问题 ok 所以这两个应该是都可以 最后的话 如果说我不要update 我不要删除的话 那请各位再把刚刚这个范例复制了 然后贴上去之后把它改成update cursor 底下update 改哪些呢 其实就基本上语法不一样 那语法哪里不一样 比如说我要修改 第一笔里面的电话号码 他改成变成12345678号 那我要怎么改呢 执行给各位看 1号变成就是 本来是87654321 那我他会跳出什么 请输入编号 我要输入1号的 那他会问你说 你的新的电话是多少 02 跟底下 刚刚23456789 改成这样 并且把它查出来 好 有没有发现 1号的 有没有改 改了 ok 应该知道这个原理原则吧 那里面的话 跟删除有哪里不一样 基本上第一个 input一样 ok 只是修改的号码 修改编号告诉我 改什么 这边多一个 y ok 为什么需要y呢 因为 update 特别注意 update 后面接的是一个table名字 不用from 因为之前同学比较容易出错就是 看到delete有from select也有from update就习惯来个from 就错了 没有from 不用from ok 没事不要给他加什么的 没的 update table 然后要修改的先放在这里 set 哪一个栏位 特别注意 这边前面这个单引号可能要留一下 因为它是个文字 把y串在这里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跟刚刚有点类似 本来原来的电话是0287654321 有没有 应该是新的电话 新的电话应该是改过了 改的是应该是23456789 以前是这样写 可是如果说我改成y的话 特别注意 跟刚刚一样 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加号两个移到中间再加一个y就好 至于为什么可能要再想一下就是串接前面的跟串接后面的中间加一个变数一个y把它放进来 后面告诉他说会有哪一个编号跟他讲说1号部分改就好 所以这边指定哪个编号去改他的编号 这写的方法是这样子 当然如果你要改 假设我要再试一下 比如说把这个改颠倒 87654321 2号改成87654321的话 2号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02 87654321 假设这样 OK 改个意思 把它Enter 好 你能不能改 2 修改 OK 那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就基本上 Seqqlize 不只Seqqlize 其他信用就差不多 新增 查询 删除 修改 那至于呢 如果还有更多 我建议就是你去找Seqql语言相关书籍 要不就是你Google一下Seqql语法教学 它还有更多 你可以把那个更多加到里面揣一下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会再把那个其他的范例加进来 或者未来 因为网路爬虫爬下来的东西 你要有个地方存 那 通常还是存在资料库里面 OK 所以请各位 先把这四个重要的方法先熟练 因为我们 很快速的把Seqqlize 很快就把它讲完了 我主要是讲重点 至于那个理论的部分 请各位应该你看的书都看得懂 但是你做不见得做得出来 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那个坊间的书籍 真的都厚厚的一大本 非常厚的一本 那 也就是说它可能提供给你 可能有至少十种方法 可以做出你就是一样的结果 我以前刚开始 我也是很认真的把每一本书 就是书都买回来或者借回来 然后很认真的把它K完 后来我发现我反而我不知道 不知道资料库怎么用 太多了 后来我发现 其实那些方法都可以办得到 那我就找一个最好记 而且最简单的 最直接的 后来我发现 那干脆就下Seqqlize Seqqlize 所以特别趣喔 书上讲的一堆东西 不是不重要 只是大部分用不到 那你需要用的 最需要知道的 我直接就跟你讲就是这些 那后面的话 我们还会配合一些实际的案例 来实作看看 那剩下来的话 其实就是你们 可能在未来的专题里面 可以把它再打进来 好资料库 其实未来 我想任何专案里面没有资料库 就真的 你没办法做出东西来 所以通常一个专案里面 一定会有资料库 那只是说资料库怎么设计 怎么去应用 跑得比较顺畅 大概如此而已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 把那个资料库部分 再熟悉